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新疆鸭头最爱吃的炒米粉 为葱姜蒜 小米椒 芹菜 牛里脊肉 将芹菜切成条 葱姜蒜切成末 牛肉切片备用 将米粉放入开水中煮 10分钟左右捞出 起锅烧油 油热放入牛肉炒出水分 放入葱姜蒜 小米椒炒香 放入适量的生抽 老抽 花椒面 咸盐 然后放入米粉酱 一勺黄豆椒翻炒 放入芹菜炒至断生 将煮好的米粉放入锅里 快速翻炒 加入适量的开水 小火再动两三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跟着森哥走 吃喝全都有